长相思翻外之妖柳项 第六章两情相悦 如果大家感兴趣这类视频 麻烦点个订阅吧 接下来的日子里 小妖每天嘴角就没下来过 原来二情相悦会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 卸下防备的项柳在不忙的日子里 总是尽量陪着小妖 偶尔她会离开 但走前总会知会小妖一生 回来的时候会给小妖带些东西 有时候是好吃的 有时候是好玩的 偶尔还会搭配些好看的野花一起送 不忙的时候 她们一起种菜 一起煮饭 一起聊天 一起玩闹 一切都那么合拍 唯一的缺点是 不能离开这个屋子太远 也不能骑毛球出去玩 怕苍贤的眼线发现 但她们总能找到乐子 比如堵下一只飞过的鸟是什么颜色 比如把东西藏起来画一张图 让对方去找 有天香柳给小妖带回来二只母鸡 因为小妖想吃新鲜的鸡蛋 结果鸡一落地 毛球以为是香柳给自己带的食物 盯着鸡后面狂追 小妖拦也拦不住即地直跺脚 香柳哈哈大笑 小妖着她大喊 你也不管管 最后哄了毛球好多个鸡蛋 这天晚上香柳生起火 有小妖烤鱼 两人看着月亮喝着小酒 真像是偷来的日子啊 小妖感叹道 原来王姬喜欢偷东西啊 香柳笑道 我偷什么了 小妖不解 你偷了我的心啊 扑小妖乐得直拍手 你这情话也太土了 哈哈哈哈 王姬不喜欢 那我可以换一个说哦 小妖乐不可知 别别 你顶着这头银法说笑话 我实在有点受不了 哈哈 那我给你讲讲 这天上的星星吧 好啊 烤鱼的香味升起 小妖拿起一串 撒上她最新炼制的毒药 递给香柳 试试这个 材料有限 可不保证味道哦 然后拿起另一串 自己啃起来 香柳也尝了一口烤鱼道 还不错 没想到这简单的毒药 还蛮对你口味的 下次我多练一些 不管是简单的 还是复杂的 好看还是难看的 只要是你做的 我都喜欢 哦 小妖抱着头 似乎很痛苦的样子 这位大爷 我求求了 好好吃个饭行吗 别再说这种土味情话了 我实在没办法把你的脸 和这些话 联系在一起 不知好歹 香柳抽着脸道 这样好 就这样 我还是喜欢你这个样子 西西 小妖嬉皮笑脸 香柳无语 小妖继续说 我想要一把 近身格斗的武器 锋利一些的 我虽然学会了射箭 但那是远程攻击的武器 要是敌人近身了 我毫无还击之力 你想要什么样的武器 香柳认真的问她 轻巧一些 攻击力强一些 比比手长一些 香柳听完 眺望远方 略有所思 小妖拿手在她眼前甩了甩 哎 你在想什么呢 不会又要去找今天事 花35年 给我打造一把吧 怎么了 你嫌弃 我怕35年后 我早被敌人变成一堆尸骨了 不用担心 我会找到你 把你埋了 顺便把打造好的武器 和你埋一起 香柳没好气地说 那我还要谢谢香柳大人您哦 不用客气 小妖把吃完的烤鱼一扔 油腻腻的手 捏着香柳的脸颊 咬牙切齿地吐出十个字 香柳大人 真是人美心善 香柳愤愤道 你是不是皮痒了 小妖扬起脖子 我手痒了 怎么着 香柳打了个响指 小妖被钉住了 小妖大喊 香柳 你干嘛啊 把我钉住干嘛 没说完的话 被香柳的唇封印住 香柳的唇是炙热的 小妖刚要沦陷下去 香柳挪开了 然后她从火堆里抽出一截 早已冷透的黑炭 小妖意见顿感不好 刚想喊叫 又一个响指 她的嘴被封住了 香柳一灰衣袖 黑炭在小妖脸上画了几个圈 香柳看了一眼 大笑起来 接着一个响指 小妖能动了 她赶紧拿出环礼的生生镜照 香柳 一个混蛋 气坏了的小妖 挥舞着小群痛 要找香柳报仇 生生镜了 小妖脸上画了二个大乌龟 五日 香柳给小妖带回来了一把 小臂那么长的武器 小妖接过去 握住剑柄抽出 是一把细长的剑 通体黑色 没有任何装饰 二侧已经开了刃 透着寒光 小妖小心地试着挥了几下 很是轻巧 很适合她这种灵力不够高强 毅力又不大的女子 你试试锋利度 说完 香柳变出几块木条 一次朝小妖飞去 小妖立马挥舞着小剑 一一砍断 小剑的表现力 令小妖惊喜不已 她举起小剑 对着阳光看 阳光下 那通体的黑色 变成了五彩斑斓的黑 小妖喜欢得不得了 香柳真的太懂她了 正是给她带来惊喜 香柳过来 帮她把剑插回剑翘 给小妖讲解她 这剑叫鱼长剑 据说是藏在鱼翅里 用来暗杀幽的 你可以把它绑在小臂上 藏在衣袖里 需要的时候拔出就行 喜欢吗 小妖笑得 在香柳脸上映上一吻 那喜欢 非常喜欢 香柳微笑 喜欢就好 我教你几招吧 好呀 小妖很愿意神 红地上 香柳简单比划了几招 让小妖跟着练 等小妖动作记熟了 香柳丢下一句 你继续练 我去做饭 走了 小妖也不管她 自己练自己的 吃完饭 香柳一边收拾桌子 一边对小妖说 我要离开几天 可能会比较久 小妖道 好呀 你忙你的 早去早回 香柳有些万味的笑道 你不怕我不回来了 不怕 我们这里盖了张了 她直指自己的唇 看心 笑道 你逃到天涯海角 我都会找到你 香柳也笑 张本事了呀 说完 在小妖额头迎上一吻 跳上毛球走了 小妖一直望着她离去的背影 直到看不见后 拿出她的毒药 练起药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